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解读一下小人物 书中有副标题乔布斯与我的父亲 私生女丽莎与父亲乔布斯之间的关系 以及她如何从扭曲的妇女关系中成长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乔布斯 她是苹果联合创始人麦金塔、iPod、iPhone、iPad 深刻改变了现代通讯、娱乐和生活方式 乔布斯被誉为伟大的企业家、天才和传奇 尽管已经去世近十年 但她的影响力依然很大 全世界的果粉们都对她念念不忘 但正如明月的背后永远都是阴影一样 伟大的人物往往都会被人诟病 比如乔布斯就经常被人诟病 比如情商很低、脾气暴躁、为人刻薄 今天我们将解读一部名为《小人物的书》 其内容堪称乔布斯又一部月沾面 这本传记讲述了乔布斯的私生女丽莎 讲述了丽莎与乔布斯之间的妇女关系 以及丽莎如何在这种扭曲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从这本书里 我们可以看出 乔布斯在商业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但她却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丽莎对乔布斯既爱又恨 这本书的作者丽莎、布伦南 乔布斯出生于1978年 是乔布斯与未婚女友克里斯安、布伦南的私生女 乔布斯的长女如今已是一名记者兼专栏作家 在介绍完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后 我将分三大部分来详细介绍 小人物 第一点 丽莎小时候被乔布斯抛弃 跟着母亲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第二点 丽莎长大了 想要融入父亲的生活 但她发现 乔布斯时而爱她 时而冷淡 两人始终无法建立起正常的关系 第三点 丽莎上大学寻求独立 但乔布斯对她怀恨在心 两人冷战十年 直到乔布斯去世 好了 我们先说第一点 丽莎小时候被乔布斯抛弃 跟着母亲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丽莎的父亲乔布斯 可以说是抛弃了她 乔布斯与丽莎的妈妈 克里斯安在高中 就开始交往 尽管丽莎的外公反对他们交往 他们还是住在一起 当得知 克里斯安怀孕时 乔布斯勃然大怒 独自开车离开 克里斯安怀着身孕 不得不和朋友们住在一起 住在拖车里 她靠给别人打零工 领救济金过日子 有时还得参加一些社会团体 仅仅为了这些团体提供的食物 克里斯安于1978年生下女儿 几天后 乔布斯到了 一边给女儿取名 丽莎 一边不停地告诉别人 她不是自己的孩子 丽莎在出生证上 跟了她妈妈的姓 不伦难 尽管乔布斯将第一台图形界面计算机命名为 丽莎 但她始终拒绝承认 丽莎就是她的孩子 但是 加利福尼亚州政府 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无法容忍乔布斯的女儿 利用政府的福利生活 在丽莎两岁的时候 弗吉尼亚政府起诉乔布斯 要求乔布斯支付丽莎和她的女儿的生活费 以及政府发放给他们的救济金 乔布斯继续否认 并且卑鄙地谎称她不孕 于是法院要求他们做亲子鉴定 结果显示血缘相关率高达94.4% 是当时医院所能测得的最高值 法院最终判决 乔布斯支付6000美元政府津贴 每月支付385美元 直至丽莎18岁 经过法庭判决 乔布斯的律师催促 这件案子终于在1980年12月8日结案 丽莎的母亲当时就纳闷 为什么这个案子拖了几个月 却这么积极的结案呢 四天之后 丽莎的妈妈终于明白了 苹果正式上市后 乔布斯一夜之间身价超过2亿美元 乔布斯担心公司上市之后 丽莎母女可能会给她更多的钱 所以她匆匆解案 案件结束后 乔布斯去看了丽莎一眼 丽莎已经三岁了 乔布斯告诉丽莎 在你认识的所有人里 我都是最重要的 可转过身来 她又在杂志上公开宣称 丽莎不是我亲生的 28%的男人都有可能是她父亲 父亲身价两个亿 女儿却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丽莎七岁前 母女俩一共搬了13次家 有时住在朋友卧室里 有时住在租房子里 反正没钱住过 母亲自嘲地称 他们为游牧民族 长大后的丽莎 回忆起当时的生活 有种无根飘平的感觉 除了从乔布斯那里 得到的一丁点子的抚养费外 母亲还靠打扫房间 或偶尔卖一两幅画来挣钱 但是这点钱根本不够 母女俩经常身无分文 靠亲戚们的救济 才能买到食物和尿布 用丽莎的话来说 钱在我们手里就像着火一样 一眨眼就没了 那时候 母女俩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米饭 豆腐 青菜 偶尔吃半只烤鸡 丽莎回忆到 生活像暴风雨中的一夜偏周 随时可能轻浮 丽莎的母亲 在感情上也是一败涂地 谈过几次恋爱 最后都分手了 单亲妈妈独自抚养女儿 可想而知有多痛苦 丽莎常常听到 她母亲绝望地呼喊 这她妈的生活 这是怎样的生活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丽莎四岁的时候 一个下雨的夜晚 妈妈开车在高速路上 错过了出口 她趴在驾驶座上 痛哭起来 我不干了 我已经受够了 我再也不想这样了 丽莎下的大气 都不敢出一声 丽莎的教育 受到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 在幼儿园里 丽莎落在了 其他孩子的后面 丽莎感到羞愧难当 觉得自己是个笨拙的人 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 或许是因为她的生活 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 丽莎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到处宣扬乔布斯 是我的父亲 她告诉同学们 因为我爸爸 是史蒂夫 乔布斯 所以我才是世界上 最聪明的女孩 但是乔布斯 一直冷眼旁观着 丽莎母女的生活 后来 乔布斯的姐姐蒙娜 说服了她 让她租了一所房子 给丽莎和她的女儿 偶尔来看丽莎 同丽莎一起溜冰 不过 乔布斯来看丽莎 更多的是 出于私心 当时 乔布斯被迫离开了苹果 她的精神 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她来看丽莎 是为了安慰他们 但不管怎么说 父亲终于来看她了 丽莎好奇地 打量了一下乔布斯 发现 她身上有许多令人费解 矛盾的特质 穿着破洞牛仔裤的 亿万富翁 她事业成功 却笨手笨脚 她声名赫赫 却是孤身一人 在丽莎看来 乔布斯就像一尊米 开朗其螺 既光滑 又粗糙 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尽管 她对乔布斯支支甚少 但丽莎在日记中写道 我爱爸爸 我爱你 好了 以上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一点 乔布斯抛弃了丽莎 即使亲子鉴定 确认了 丽莎是乔布斯的女儿 即使法庭判决 乔布斯必须支付子女抚养费 乔布斯仍然拒绝公开承认 与丽莎的关系 乔布斯抛弃了 丽莎和她的女儿 使她们陷入了贫困和窘境 她们经常搬家 居无定所 甚至要靠亲朋好友 来维持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丽莎的成长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变得自卑起来 尽管如此 丽莎还是为乔布斯这个 她根本不了解的父亲而自豪 丽莎长大了 想要融入父亲的生活 但她发现 乔布斯时而爱她 时而冷淡 两人始终无法 建立起正常的关系 乔布斯与她的新女友 劳伦娜结婚之后 丽莎与她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乔布斯正是把丽莎的姓氏 改成了乔布斯 但是 丽莎发现自己很难融入到 乔布斯的生活中去 她时而向丽莎表白 时而冷淡刻薄 当乔布斯流露出对父亲的爱时 她会表现得非常诚恳 比如 她会对丽莎说 很抱歉 小时候 我没能和你在一起 或者我将永远爱你 直到天荒地老 有时候 这种爱是非常荒唐的 乔布斯经常在丽莎面前 讲一些不太合适的婚段子 比如某个电影明星的秘密 比如某个建筑物的外形像生殖器等等 乔布斯甚至会问丽莎 是不是第一次接吻 以及她和男生之间的关系 发展到什么程度 对乔布斯来说 能分享这样的秘密 就是亲密关系 但在其他时间 或者大部分时间里 乔布斯总是对丽莎冷淡而刻薄 他对丽莎的饮食和丽莎 都不屑一顾 甚至连上床前的晚安都不说一声 乔布斯在金钱方面也非常吝啬 丽莎的自行车被偷了 他想换一辆 但乔布斯却说 丽莎每天晚饭后 都要洗碗 还得照看弟弟里得 丽莎的卧室空调机坏了 他想换一台新的 乔布斯说 等房子装修好了再换 乔布斯连零用钱都不给丽莎 而丽莎的零用钱 则来自朋友父亲 乔布斯的女儿 向别人要零用钱 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除此之外 乔布斯经常指责丽莎 没有把时间花在这个家庭上 就像一个家庭成员一样 丽莎平时在学校里参加社团活动 只要晚回家 就会被扣上自私的帽子 即使是丽莎 在为大学积攒学分时 乔布斯还是让她和家人一起旅行 因为她需要有人照顾她的孩子 丽莎一拒绝 乔布斯便说她太自私了 无法融入家庭 迫使丽莎暂时放弃学业去旅行 丽莎想融入到乔布斯的生活中去 所以她表现得很谦卑 希望能得到乔布斯的同情和爱戴 此外 丽莎还向乔布斯的妻子劳伦娜献殷勤 比如在劳伦娜下班后 把玫瑰鱼撒在她身上 丽莎买礼物的时候 给乔布斯和劳伦娜买的礼物 比给妈妈买的要贵 丽莎渴望通过这种方式 来取悦乔布斯和劳伦娜 丽莎太努力了 表现得太谦虚了 最后乔布斯的姐姐蒙娜 建议丽莎去看心理医生 因为丽莎似乎不知道 如何与成年男性保持稳定的关系 但事实上 乔布斯的冷漠和刻薄 让丽莎无法融入到她的生活中 比如丽莎想拍一家人的照片 但是乔布斯却冷冷地说 丽莎 你不能在里面 除了这些 乔布斯还经常对丽莎出言不逊 丽莎半开玩笑地问道 等你的保时捷用完了 你能不能把它送给我 乔布斯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 乔布斯似乎怕这句话 还不够让丽莎受惊 于是补充道 你明白了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还有上面提到过的那台电脑 丽莎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乔布斯就是用自己的女儿来命名的 而她却死活不肯承认 这让丽莎备受打击 直到丽莎27岁的时候 乔布斯才向她承认 计算机是以丽莎命名的 可惜已经晚了 她错过了建立良好妇女关系的机会 丽莎后来回忆说 她那谦卑的态度 似乎并没有唤起乔布斯的爱意 反而像是在打扰她 使她非常恼火 她似乎成了乔布斯事业上的污点 毁了她完美的形象 所以她从心底里讨厌自己 事实并非如此 丽莎大学毕业后去了伦敦 乔布斯去看望过她 并说与丽莎共度的那段时光 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丽莎被吓了一跳 那几年是丽莎生命中最艰难的几年 她原以为乔布斯也会这么做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丽莎才意识到 乔布斯并不是不爱她 而是她不知道 如何向女儿表达自己的爱 因为她从小就被父母抛弃了 所以她一直处于新手父亲的阶段 好吧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点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乔布斯在丽莎长大以后 终于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并且通过改姓来保护自己 虽然妇女关系已经确定 但妇女之间的关系却并不稳固 丽莎表现得很谦卑 想要博得乔布斯的欢心 但是乔布斯时而爱她 时而冷淡 这使丽莎感到非常难过 因为她觉得 父亲从心底里讨厌她 直到很久以后 她才意识到 乔布斯并非不爱她 而是乔布斯从小就被父母遗弃 没有学会爱女儿 一直处于新手父亲的阶段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三点 丽莎为了追求独立而上大学 但乔布斯对她怀恨在心 两人冷战十年 直到乔布斯去世 正如我们所说 丽莎试图融入乔布斯的生活 但是她失败了 不过 乔布斯对丽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这种影响最初源于乔布斯个人喜好 在与丽莎相处时 乔布斯常常透露出她对女性的审美观 丽莎为了赢得父亲的宠爱 幻想自己能成为乔布斯所欣赏的女人 乔布斯曾经有过一个叫提娜的女朋友 在丽莎面前 乔布斯经常夸提娜长得漂亮 丽莎下定决心 一定要变得漂亮 她学着别人画眼线 穿性感的衣服 希望这样可以使自己变得更漂亮 后来 劳伦娜成了乔布斯的女朋友 乔布斯称赞劳伦娜 聪明漂亮 丽莎大吃一惊 原来要讨父亲欢心 不仅要漂亮 还要聪明 聪明是怎么做到的 丽莎很快找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学校里好好学习 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把作品挂在墙上做示范 把各科的成绩全部打成A 除此之外 丽莎经常观察劳伦娜 学习她对事物的看法 学习她的饮食习惯 甚至是走路 在追求卓越方面 丽莎越来越出色 成为校报总编 赢得辩论比赛冠军 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渐渐摆脱了童年贫困的自卑感 变得越来越自信 而且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 变得优秀不再 仅仅是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 而是成为了丽莎的一种自我要求 丽莎喜欢看书 她读到哈佛大学的书 觉得这才是 她未来想要的生活 她下定决心要去读大学 而且要去哈佛 对于她来说 上大学是人生中重要的一步 离开父母的世界 去寻找自己的未来 丽莎没有告诉乔布斯 她打算去读大学 因为她认为 乔布斯对丽莎 是否成功并不关心 有时候 她会告诉丽莎 你将成为一个抽大麻的嬉皮士 有时还会告诉丽莎 以后 你就是脱衣无女郎了 但是她从来没告诉过丽莎 你将来会是个大学生 而且是哈佛大学的学生 她报名参加 SED补习班 参加各种校园活动 并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 打工获得社会实践经验 并模仿乔布斯的签名 将申请书寄给哈佛大学 丽莎在面试中 耍了一个小花招 假装不经意间 透露出她父亲就是乔布斯 她发明了麦金塔 面试老师大吃一惊 后来丽莎考上了哈佛大学 她觉得这个小伎俩起到了作用 孩子上大学 本来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丽莎上大学的举动 却让本来就冷淡的妇女关系 变得更加冰冷 乔布斯与她之间的关系 也因此变得冷淡了近十年 乔布斯对丽莎越来越冷淡 丽莎大四的时候 她拒绝给她交学费 这和丽莎小时候 无法领取救济金几乎一模一样 她无法支付学费 但是哈佛大学 并没有为亿万富翁的女儿 提供任何资助 这使丽莎很为难 后来 乔布斯的邻居凯文夫妇 一直照顾着丽莎 给丽莎交了大四的学费 丽莎才得以继续学习 丽莎也是在大学期间 被迫搬离乔布斯的家 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情 丽莎在母亲家里陪着她 但乔布斯打电话给丽莎 让她和她的家人一起去看戏 丽莎拒绝了乔布斯的请求 她说要陪母亲 乔布斯勃然大怒 说丽莎要么去看戏 要么搬出去 当时丽莎的母亲 没有自己的房子 她租住的地方很狭窄 如果丽莎搬出去 很可能会在街上流浪 乔布斯可能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她表现得很强硬 但丽莎固执地拒绝了乔布斯 凯文夫妇又一次帮助 丽莎搬出了乔布斯的家 暂时住进了凯文的家 从那以后 乔布斯和丽莎之间的关系 就一落千丈 乔布斯没有回丽莎的电话 也没有跟丽莎说话 而是理直气壮地说 你不想照顾我心爱的人 我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你身上 丽莎的母亲给乔布斯发了一封邮件 说乔布斯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直到乔布斯病入膏肓 妇女才达成和解 乔布斯临终前对丽莎说 她之所以生气 完全是因为开学第一周 丽莎没有邀请她参加开学典礼 丽莎被吓了一跳 因为她父母当时并不想参加 所以她想了想 决定邀请妈妈参加第一周的活动 并邀请乔布斯参加接下来的几个周末 不过 丽莎并不认为乔布斯会因为这件事而生气 她认为 乔布斯之所以生气 是因为丽莎从小就被拆散 她没有像其他父亲那样 看着她长大 渐渐有了心理准备 丽莎与乔布斯相处的时间太短 敏感的乔布斯认为 丽莎走向独立是一种背叛 丽莎问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乔布斯说 我不善于与人沟通 乔布斯哭着说道 对不起 我欠你太多了 真希望时光倒流 把一切都改头换面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抱歉 太晚了 直到这个时候 妇女俩才真正理解了对方 妇女俩的关系 才真正走上正轨 可惜已经晚了 好吧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三点 丽莎虽然不能融入乔布斯的生活 但乔布斯对她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起初 丽莎希望自己能变得漂亮 变得优秀 这样才能赢得父亲的宠爱 后来 追求优秀成为丽莎内心的要求 成为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摆脱了童年贫困带来的自卑感 后来 丽莎考上哈佛大学 开始了她人生中的一个新阶段 但是她没有想到 乔布斯将丽莎的独立视为一种背叛 直到乔布斯临死前 她才向丽莎承认 这一切都是她的错 她欠了丽莎一个人情 父女达成和解 两人的关系恢复正常 可惜已经晚了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到此结束 让我们一起 回顾一下今天分享的内容 第一点 丽莎小时候被乔布斯抛弃 跟着母亲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丽莎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 乔布斯就抛弃了她 尽管有了亲子鉴定报告 法庭也做出了判决 但乔布斯并没有公开承认 丽莎是乔布斯的女儿 丽莎和她的母亲 长期生活在贫困和窘迫之中 有时需要亲朋好友的帮助 才有饭吃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丽莎的成长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在苹果被迫离职之后 乔布斯开始探望 丽莎和她的女儿 寻求精神上的慰藉 尽管她并不了解乔布斯 但丽莎还是以她的父亲而自豪 第二点 丽莎长大了 想要融入父亲的生活 但她发现 乔布斯时而爱她 时而冷淡 两人始终无法建立起正常的关系 在丽莎长大以后 乔布斯终于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并且通过改姓来保护自己 虽然妇女关系已经确定 但妇女之间的关系却并不稳固 乔布斯时而流露出爱慕之情 时而冷淡刻薄 令丽莎伤心不已 她觉得父亲从心底里讨厌她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她才发现乔布斯并非不爱她 而是没有学会爱女儿 她一直处于新手父亲的阶段 第三点 丽莎上大学寻求独立 但乔布斯对她怀恨在心 两人冷战十年 直到乔布斯去世 虽然丽莎不能融入乔布斯的生活 但乔布斯对她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她逐渐摆脱了童年贫困带来的自卑感 变得越来越优秀 后来 丽莎进入哈佛大学 开始了她人生中的一个新阶段 但令她惊讶的是 乔布斯认为丽莎上大学 就是背叛了她 并且在过去的十年里 她一直对她漠不关心 父女俩直到乔布斯临终前才达成和解 乔布斯承认 她亏欠了丽莎 希望可以重新开始 父女俩的关系恢复正常 可惜已经晚了